我是李兰 她的声音竟然和我在右边厕所隔间中听到的诡异女声一模一样 我们刚刚见过的 真的是她 我连忙跑到汪苗苗身边 我能感觉到汪苗苗也很害怕 她假装看不见那个东西 拉着我就往外走 眼下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远离她 我们站在走廊里惊魂未定 汪苗苗急切地询问住在我们旁边的女生 你们屋里有没有贴寝室规则 那女生叫朵梅 是个热心的姑娘 她拿出手机 有啊 我特意拍了照片 你看看 我和汪苗苗一起盯着董梅宿舍的规则 一 每间宿舍只有四名同学 如果发现多出来的人 请通知楼管阿姨 二 楼管阿姨只负责寝室安全 如果邀请你进入她的房间 请拒绝 三 每晚十点熄灯 老师和学生作息时间同步 绝对不会有人查寝 四 楼层厕所和寝室同意时间关灯 夜间入厕 请注意安全 五 请使用左侧洗手间 六 一定要珍惜你的室友 这些内容和我们宿舍门上贴的规则不一样 有些内容是反的 要相信哪一个 我疑惑的问汪苗苗 董梅面露惊诧 难道有两种规则 汪苗苗点点头 我打开了发送失败的照片 我们三个人对比两个宿舍的规则后 可以确定的是四件事 一 我们会遇到多出来的同学 二 晚上八点之后宿舍会变得很危险 三 熄灯之后 处境更加惊险 四 如果我们违反规则 可能会被他缠上 根据我和汪苗苗分别去过右侧和左侧的洗手间 暂时认为左侧是安全的 董梅听说我们碰见了多余的室友 建议我们去找楼管阿姨帮忙 我们三个女生达成统一战线 董梅去联系其他同学 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规则 我和汪苗苗来到了一楼 是来给父母打电话的吧 咱们学校位置偏僻 信号不好 学生可以免费使用宿舍楼的座机 每人限定三分钟 每周只能联系一次 我连忙摇摇头 紧张的喉咙干牙 阿姨我们有别的事情请您帮忙 她面无表情的听着我们的描述 仿佛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 阿姨多出来的同学 到底是什么东西 老管阿姨没有回答我 递给我一个小巧的塑料瓶 回去兑水喝了 多出来的同学就会离开你的寝室 这是什么 我不敢随便吃 老管阿姨不耐烦的看我一眼 帮你化解危险的药 它和你同名同姓 它就是冲你来的 我用常识无法理解 我吃了这个药 那脏东西就能离开寝室 你要不信 把药还给我 想要的人多的是 不差你一个 汪苗苗见状连忙说道 谢谢阿姨 我们相信 李兰 咱们除了相信楼管 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她 你说呢 确实没有 不如咱们回寝室看一眼 如果她还在 我就出来买瓶水 把药吃了 汪苗苗点点头 我们回到寝室 发现她不见了 夏翠和许炎炎警惕地看着我俩 那眼神不正常 似乎将我们看作可怕的一类 可恨的敌人 我心里憋着气 大声朗读第一条规则 每间寝室有四名同学 如果发现多出来的人 请无视 她是不存在的 不要和多出来的同学说话 我懊恼地质问她俩 你们刚才是不是和那个李兰说话了 她是假的 我才是真正的李兰 夏翠和许炎炎紧张地站到一起 朝着汪苗苗喊道 你快点过来 你不要命了吗 你身边的李兰不是人 汪苗苗愣了一下 但并没有过去 我们两个最先到达宿舍 我们彼此相互信任 还没等我解释 一股彻骨的良意从身后传来 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从头到脚一阵站立 我僵硬地回头 柜门打开 她从柜子里露出极度扭曲的脸 看着我 我和汪苗苗同时尖叫 狂奔着逃离 我后背靠着走廊的墙壁 发软的双腿才勉强站住 我百思不得其解 夏翠和许炎炎怎么回事 跟瞎了一样 完全看不见她的诡异之处